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節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則趣聞 話說昨天西貢區議會展開了本屆會期首次會議 在會上需要審批兩項撥款 其中一項是由西貢鄉事委員會申請 活動名稱叫做西貢民間文化之龍斯麒麟賀新春2020 多麼架細糖 申請撥款28萬6千元 民政處建議批出25萬6千元 由於新兼西貢鄉事委員會主席的當然議員黃水生 同時是活動撥款的申請人 於是在審議期間 他因為利益衝突需要備籍 多名的新科區議員都質疑 你這個活動的財政計劃項目又不清晰 由於這個活動是由公帑支出的 就需要審診來審批 這個態度是非常正確 值得讚揚的 最後西貢區議會主席決定押後部分支出的審批 會後申請人黃水生區議員知道一個撥款未能獲得職場通過時 就馬上跟在場的其他區議員產生爭執了 而且要求他們有個交代 黃大區議員更加對於西貢離島的新科區議員陳嘉林 就破口大麻 就說他為何不批准這個撥款申請呢 為何他們會吵起來呢 原來這個活動就在1月28日年初四就舉行了 那麼陳嘉林就說了 相信黃水生是因為活動張志 而對於那些經費非常之著急 但是他依然認為撥款的申請事項不夠清晰 不可以闖絕通過 當然啦 對於陳嘉林區議員這樣的事其事 非其非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的市民都要為他這種態度來鼓掌 不要因為以往這麼多年年年都批這些活動支出 今年就消虧曹徐 是錯了 絕對是需要撥亂反正啦 以前民主派在這個區議會裡佔少數 就是迫於無奈 你想審你也沒得審 現在你既然佔多數的時候 就一定要審得清清楚楚 對於活動的細項 到底支出的錢去了哪裡呢 為何要無農無私無到二十八萬六千元呢 我們不如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這個活動申請表裡頭 所列載的所謂的預算項目 到底是怎樣寫的 而這些項目到底合不合理 各位亦有聽完之後就可以有所定奪了 首先他最大的支出是什麼呢 就叫做瑞秀表演 包括金龍、麒麟、省師 總共約二十八隻 就七萬元 現代集手表演 兩萬一千元 傳統中式表演三萬元 功夫表演兩萬兩千元 但這些表演到底有什麼內容呢 什麼叫現代集手 什麼叫傳統中式呢 什麼功夫呢 他沒有寫出來的 所以只有這幾個大項目 都已經非常不清晰了 到底是否要區議員自行來幻想一下 他有什麼表演項目呢 而且是審批這麼多錢的 還有其他的支出呢 他是臨時工作人員三千元 緊急開支又五千元 什麼叫緊急開支呢 他沒有寫 不知道 中央行政費一萬四千元 攝影有五千元 只是找個人拍照 五千元 活動幹事費一萬八千元 活動紀念品一萬元 活動物資費八千六百二十元 這些全部都是 不知道他背後有什麼解釋的 大家覺得這些錢運用得合不合理呢 比如說中央行政費要一萬四千元 你搞這個活動 搞什麼要花一萬四千元的行政費 哪一個代 哪一個來支出這個工資 一萬四千元的行政費 你真的要解釋非常清楚 哪一個代 在這份文件當中沒有寫的 攝影也五千元 隨便找一部iPhone拍也行 無農無私是不是 你找水和田幫你攝影 要不要五千元那麼多 你隨便扔上網而已 你不是出書 五千元出寫真 活動幹事費又萬八元 請什麼幹事 是不是你的親戚朋友還是誰 你要解釋得很清楚才行 還有你那些無農無私 現代雜傻那些什麼表演 你外判給誰做 看怕不是黃水生區議員 自己是無農無私 28隻那麼多 你最多沒有一隻 你也要判給人做 那誰做呢 這些資訊 是不是也要跟公眾來交代一下 因為在網上找不到的 只有你那份所謂撥款申請表 寫一些很簡單很籠統的東西 你那些申請項目寫幾個字就算了 而且大家看看他的所謂目的和內容 他建議活動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透過展現民間傳統新春活動 例如武龍 省師 武麒麟 灑功夫等 以賀新春 與民同樂 第二 展現傳統新春文化 第三 增強對遊客的吸引力 那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遊客 會因為你在這個西貢天后宮 武師 武麒麟 而專程山長水縣搭車集去看 是不是呢 真的要與民同樂 為什麼不在張歸澳的市區那裡搞呢 為什麼專程要在你那個 就是西貢的天后廟對開的廣場那裡搞呢 是不是接近你那個西貢的鄉事委員會呢 那你是不是給人一個感覺 就是你申請一些公帑來 好像搞你自己那些鄉下的新春慶祝活動 那到底這些活動應不應該批呢 當然啦 就交給區議員來審 內容是什麼呢 年初四上午武龍省師武麒麟 財神及高橋表演 灑功夫等表演 那就沒有了 哇 原來就這樣寫這幾個字 就想申請28萬6千元 就是我覺得有點兒戲 過去這麼多年的區議會 都不知道批了多少這些活動支出 所以由這一屆會期開始 18區其實都要拿得非常緊 要不然就花了多少冤枉錢 大佬 這個活動就二十多萬 那個活動就二十多萬 哇 原來到頭來 都是只有一小撮人能夠享用的 這些活動 那你說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那些議員在這些撥款上把關 是值得讚賞的 這些就真的正在做實事了 是不是 好了 另外就讓他們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財政懸崖 是不是 臨時急司開坑 剩下二十多天就過年了 現在才去審批這個申請 其實一早就應該入市了 是不是 那我不知道 可能程序問題拖到現在了 但是我想西貢這個 鄉市委員會絕對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做 你就先電資 批不批是後話 要不然你不要搞 對於香港普通市民沒有什麼意義 你沒有武龍武師跟我們閉事嗎 對不對 你自己的鄉下的聯誼活動而已 好了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政府昨晚漏夜 就是他們很喜歡凌晨時份 出的那些聲明 他們那份聲明是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針對新公務員工會 因為那個新公會其實在元旦日 就在Facebook發表了一則的聲明 那時的聲明怎麼寫的呢 就是強烈譴責警方限制遊行集會 以及結社自由 主要就是批評那些警察 忽然之間就強行腰斬這個遊行 並且要求數以萬計在場的人士 在30分鐘之內離開現場 其實看起來就沒什麼特別 我就覺得 但是政府就不是這樣看了 他們怎麼說呢 那則聲明 就說政府對於有公務員工會 在社交媒體表示不滿警方 在這個考慮公眾安全下 作出提早結束1月1日遊行的決定 是限制香港人行使集會遊行及結社自由的言論 深表關注和遺憾 並且強調 公務員不應肆意批評特區政府政策 或個別部門的執法行動 如有公務員違反公務員守則 政府會根據既定機制嚴肅處理 這些擺明就是大細超 第三段又強調 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必須確守政治中立 即是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 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和政府完全忠誠 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 這些就是大細超 林鄭月娥 是不是 為什麼你對於一個新的公務員工會 就這麼大反應 對於散仔協會 你就完全沒有感覺 散仔協會主席林志偉 曾經在七月尾的時候 出了一封的公開信 是予以張建宗最嚴厲的譴責 這些請問算不算是肆意批評特區政府 這些有沒有所謂確守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原則 其實你特區政府不停地把政治中立來搬龍門 就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政治中立的意思就是什麼 其實是對於無論哪一個人就任行政長官都好 那些公務員照樣來履行他的職務 盡忠職守 那就已經是政治中立了 你就將它演繹為對於在任的行政長官和政府的完全忠誠 這件事本身是有問題的了 對不對 怎麼會對你本人的忠誠變成是 是不是 而且這個光頭警長劉澤基在微博那裡 簡直就是點名批評林鄭月娥 不懂得什麼叫執法 不懂得什麼叫從政 你可以再有深度一點 而且沒辦法繼續支持林鄭 這些算不算是肆意批評特區政府 這些人又有沒有確守所謂的政治中立 以上都是舉偶 還有更多的例子 真是不聲梅舉 到底請問你為什麼不對於這三萬三千人 有任何的反應 有任何的聲明 只是針對一個新公務員的工會 你就很害怕他們能夠搞得起 形成了一個風潮 形成了一個勢力 所以就在這個時刻要對他們扼殺於萌芽狀態 你很難不讓人這樣想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